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,月季入春以后,北方地区就要休眠养护了。 路养一般都很好,管理主要是室内养护,在温湿度适宜的室内,月季在冬季也会冒芽,养护月季就要遵循月季的生长规律,月季开了一年的花已经消耗营养了,大量的营养。 入冬,以后刚好有休眠的机会来恢复,如果这时候还一直冒芽,势必会消耗更多的营养,这时候冒出来的芽一般都是无效芽,特别是在底部冒出的一些心损,很难开出花来的来年展示也会弱得多。 如果是在比较温暖的南方,建议留些心损养一段时间,再促进休眠养护,而且温度如果保持在10度以上,这些心损芽叶能快速长壮,孕育出大量的花宝, 北方入冬以后主要是促进休眠养护为主,冒出来的心芽都不要流,冒心芽说明温度都偏高,所以需要换个低温环境,因为入冬前补了肥。 当温湿度适宜当然会冒芽,而这时候冒出的心芽一般都是无效芽,不会开花还会浪费营养,严重上会拉低了植株的休眠质量,冬季更容易出现冻海。 而抹掉新芽新孙以后换个低温环境,促进休眠养护就行了,好了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,想了解更多氧化资讯可以订阅关注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